世界著名学者班德教授思想惊人的敏捷 素来有思想机器之称 他有两位朋友 Lancy博士和菲鼎先生 一次班德教授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 就找来他的两位朋友并夸下海口 您可以把我关进任何一座监狱 我在一星期内就可以逃出来 不可能 别吹牛了 你敢试一试吗 他们很快就取得了司法部门的许可 作为某个科学实验 吉姆监狱接待了有史以来最显赫的一位死囚 请听广播剧 死囚牢房 管家 Masha 现在是晚上九点十分 我要外出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九点半 这几位先生将同我在这里共计晚餐 记住 蓝锡博士最喜欢杀丁鱼 三人驾车来到吉姆监狱 监狱看守长已经在大门口迎接 他只知道 著名的藩的教授尽管没有犯法 但必须照一个犯人那样将他看守一星期 看守长认真地搜了教授的身 什么也没有 看守长他有没有与外界取得联系的机会 绝对不可能 他的一举一动 看守都会向我汇报的 不过 万一他逃跑失败 要求提前恢复自由 你就得让他自由 我明白 我想提三个小小的要求 准许不准许随你的便 第一 我想要支牙膏 第二 我想要一张五美元和两张十美元的钞票 三人对牙膏的请求并不感到意外 可是对于钱的要求却觉得不可思议 看守长 看守当中有没有用二十五美元就能贿赂的 就是二百五十美元也是无济于事的 那好吧 满足他的要求 那你的第三个要求是什么 我想给鞋子擦点油 这个要求更荒谬 可是他们也同意了 等一切就绪 教授踏进了监狱的大门 看守长在过道的第三个门口停下 这是十三号牢房 是专门关押死囚的 沉重的牢门打开 里面传来轻微的声音 教授走过去后 门又关上 看守长在门上加了双锁 教授 里面是什么声音啊 老鼠 有几十只老鼠 三个人最后捅教授到了晚安 转身准备离开 这个时候 教授叫住了看守长 一星期后的晚上八点半 在你的办公室间 吉姆监狱是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建筑 房子和四周围墙之间 有一片宽约二十五英尺的开阔地 白天 轻罪犯人就在这里放风 晚上 四家巨大的探照灯 把它照得如同白昼 监狱围墙光滑无缝 无法攀登 这个时候 思想机器站在床上 透过铁栏窗口观察着这一切 他听见远处有轮船的马达声 估计离监狱不远处有一条河 他还隐约听到孩子们打球的叫喊声 断定在监狱和河之间 有一块空地或者是操场 吉姆监狱肃以防范严密闻名 还从来没有人从这里逃走过 思想机器通过十多分钟的观察 便相信了这一点 牢房的窗口极小 加上铁条 休想爬出去 从13号牢房到监狱外面 必须经过七道门 还有严密的杠哨 这条路也走不通 牢房里除了一张铁床外 一无所有 铁床定得异常坚固 没有锤子和钢错 根本无法拆开 看守每天早上六点 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送三次饭 九点是例行检查 除此之外就没人来打扰了 思想机器最后查看了 从房顶到每个角落的每一块石头 每一块水泥 并用脚仔细地踩着地面 但每一寸都很结实 观察完之后 他坐在铁床上沉思 教授的思想突然被打断 原来是一只老鼠 从他的脚上爬过 窜到了黑暗的墙角里 思想机器朝那个角落盯了一会儿 这才看清 有许多豆粒大小的眼睛 在望着他 他数了数 一共有六对 这时 思想机器第一次注意到 牢房的铁门底部 离地大概有两英寸 思想机器盯着牢门的底部 站起身来 朝亮着许多小眼睛的角落走去 这个时候 响起了吱吱吱的叫声 随后 便一下子寂静无声了 他并没有看见老鼠 从门底下跑过去 但他们确实是消失了 一定还有一个出口 思想机器趴在地上 用细长的手指在黑暗中搜寻 终于在地上摸到了一个圆洞口 不比一块银币大多少 老鼠就是从这儿逃走的 他将手指伸进洞口 这似乎是一根废弃的下水管 管子干涸而且生了锈 他对这一发现很满意 中午开手送饭来的时候 思想机器接过便吃 偶尽从看守搭上几句 打听到那条河离监狱 大概有一百米 河边有一个球场 那天下午 外面的哨兵 发现13号牢房的犯人 扔出一片白乎乎的东西 原来是一小块布条 显然是从衬衣上撕下来的 上面还记着一张五美元的钞票 卫兵把他们送交给看守长 布条上有一行 类似用墨水写的字 发现布条的人 请把它交给兰西博士 哈哈哈哈 第一个逃跑计划落空了 可他为什么 要把它交给兰西博士呢 呃 呃 他从哪儿弄的笔和墨水呢 嗯 这 这是什么 看守长又查看布条的另一面 只见上面写着一些奇怪的字母 看守长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想破译出来 又花了半个小时琢磨 犯人为何要同兰西博士取得联系 随后又集中经理 分析犯人是从哪儿搞到书写工具的 看守长最后决定亲自去牢房调查 到了十三号房 他发现思想机器趴在地上 仍然在抓老鼠 太糟糕了 这老鼠足有几十只啊 其他牢房的犯人都忍受得了 给你 换上这件衬衫 把你身上的那件脱下给我 为什么 我必须制止你同兰西博士联系 好吧 这么说 卫兵把东西交给你了 是的 这是你第一次跑跑企图的结局 你是用什么写的 找到这个答案是你的职责 看守长恼怒的将牢房仔细搜了一遍 又搜了身 可什么也没有发现 回到办公室 他把那件衬衣往桌上一扔 如果你能从十三号牢房逃走 我就辞职 第三天 思想机器明打明的对看守行贿 可所有看守都不为所动 第二天早上六点 看守送饭来到十三号牢房门前时 痴心地听见里面有血气的摩擦声 看守从铁栏中间朝里望去 思想机器正站在床上 锯窗子上的铁条 看守赶紧去告诉看守长 两人不出声地来到牢房门前 里面的金属摩擦声清晰可变 看守长敲了敲铁门 好啊 思想机器回过头 随机从床上跳下来 笨拙地想把一样东西藏到身后 看守长走进房里伸出了手 交出来 思想机器一声不吭地望着看守长 一脸傲丧的表情 看守搜出了一片大约两英寸长的铁片 铁片的一边呈月牙形 是从鞋根下弄下来的 用这破玩意儿是拒不开窗上的铁条的 接着又是一次彻底的大检查 他们把犯人另一只鞋根上的铁片也拿走了 到了第四天凌晨四点的时候 监狱里突然传出一阵撕心裂肺 极度恐惧的叫喊声 准是十三号里的那个疯子 看守长立刻带了三名看守直奔十三号牢房 看守打开手电朝牢房里照去 那个疯子却安稳地仰天睡在床上 打着呼噜 就在他们面对这幅情形不知所措的时候 下面又响起一声刺耳的喊叫 看守长顺着声音来到三号牢房 里面的犯人此刻正蜷缩在角落里 什么事 看守长打开牢门走进去 那个囚犯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 抱住他的腿脸色发青 惊慌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浑身颤抖 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家伙犯了什么罪 呃被指控向一个女人脸上浇强酸 那个女人死了 放我出去 是我干的 我杀了她 我承认 让我离开这儿 她在控诉 控诉我 强酸 强酸 呃谁负责修理那些探找灯呢 电理公司 监狱没有自己的电工吗 呃没有 看守长计划在半夜里 悄悄进入13号牢房搜查 夜里三点 看守长朝13号走去 她搜索了牢房里每一寸地方 也发现了地上的那个洞 她将手指伸进去 从里面夹出一样东西 她放到手电光下一看 妈呀 死老鼠 死老鼠 看守长又爬上床试了试窗上的铁条 坚固如常 接着她开始搜犯人的身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第六天 看守长收到莱西博士寄来的卡片 卡片上说 他和菲丁先生将于明晚来监狱 如果藩德教授不逃跑的话 他们将在13号牢房与他相见 第七天下午 看守长经过13号牢房时 朝里面张望了一下 思想机器躺在铁床上睡了 刚过七点 看守长如释重负地见到了 莱西博士和菲丁先生 他正想把那些布条和所有的倒霉事 都告诉他们的时候 卫兵突然跑进来报告 墙上一盏探照灯不亮了 看来我得给电力公司打电话了 看守长拿起电话打给电力公司 喂 这里是吉姆监狱 快派几个人来修复探照灯 看守长放下电话 留下两位客人 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随后大门口的卫兵 送来一封挂号信 快到八点的时候 看守长回到办公室 对不起 蓝博士 电工已经来了 我再打个电话给门口的卫兵 喂 记住 进来了四个 都穿着工装服 戴着帽子 出去时别多一个 他随机拿起 并打开了桌上的那封挂号信 天哪 怎么了 信是十三号牢房寄来的 邀请我们吃晚饭 什么 快去十三号牢房 没错 这是蛮大的 笔筋 报告 十三号牢房 犯人在牢里 我看见他躺在床上 他 他怎么可能出来呢 这时 大门的港少打来电话 说有两位记者求见 看守长指示放行 一会儿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进来两个人 一位是记者哈森 看守者同他很熟 另一位脱下了帽子 微笑地朝屋里 看了一眼 晚上好 先生们 跟我回牢房去吧 牢房跟往常一样 看不出任何异样的变化 床上确实躺着人 外路的黄毛告诉人们 那是思想机器 看守长抬头望望身边的教授 如坠无礼物中 他上前把盖布接去 床上是一大团粗绳子 足有三十来米长 另外还有一把短刀 三把钢错 一根四英尺长的电线 思想机器指着小窗 上面的铁条 一根也没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们 我们约好九点半 共进晚餐的 走吧 要迟到了 现在你们相信了 是的 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 是啊 说说你是怎么成功的 根据协定 我要在一个星期内 从监狱里逃出来 除了几件必须的衣物外 我没有带任何东西 我只是随口提出三个要求 即使遭到拒绝也无所谓 但你们同意了 第一天晚上 我什么也没有干 只是睡觉 逮了几只老鼠 第二天早饭以后 我通过小窗口 观察外面的环境 马上明白 翻墙 越狱是不现实的 但我知道 不远处有条河 还有个操场 任何人可以从操场内里 接近没墙 而不受到注意 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 探照灯的电线 它离我的窗口 只有三四英尺 如果我想弄灭探照灯 那是轻而易举的 接下来我开始考虑逃走方案 我记得被带进牢房时 共经过七道门 于是我打消了 从这条路逃走的念头 就在这时 一只老鼠从我脚上跑过 我注意到 它们并不是从牢门下面进来的 而是通过废弃着的旧下水管 我抓了几只老鼠 发现它们的身上都是干的 这说明下水管的另一头出口 在田野里 而不是在水里 要行动 就必须先把看守掌的注意力引开 为此 我做的第一件事 是写布条 说要与兰西博士联系 我断定卫兵会把剪刀的布条和美元 交给看守长 那条子在吗 看守长 哦 上面的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把它倒过来读 你到底 是用什么写的呀 用这个 鞋油沾水 能代替墨水 鞋带的尖头 鞋下来也挺顺手的 哈哈哈哈 你简直是个天才 往下侵袭讲 那布条 招来了看守长亲自对十三号牢房的大检查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几次折腾以后 我想他会厌倦而放弃这种徒劳的行动 果然 最后两天他没再进来搜查 他拿走了我的白衬衣 但他没有料到我从衬衣的里面一层撕下一块衬里 搓成小团含在嘴里 第二步就是与外界取得联系 首先我需要一根既长又不容易断的线 瞧这儿 我就是用这双长筒袜的帮口 于是我有了一根四分之一英里长的线 然后我把我的情况写在一块布条上 还付了一张十美元的钞票 条子是写给哈森先生的 我在条子上注明 发现者如将此交给美国日报的哈森先生 他将再得到十美元的报酬 接下来我抓了一只老鼠 把条子和线系在另一条腿上 然后把它放回水管 由于惊吓老鼠会没命的往外跑 直到跑出洞口才会去咬系在腿上的东西 自打老鼠在水管里消失的一刻起 我就一直忐忑不安的等着 果然三点半的时候 我隐约感觉到线微微一动 下面最好请哈森先生来继续讲 布条是一个男孩交给我的 我按照教授说的准备了几团丝线 一捆麻绳和一些电线 然后让那个男孩带我去发现布条的地方 我照教授的吩咐将线牵动三下 不久得到了回答 接着我将带去的丝线和麻绳系在那根线上 牢房与外面世界的秘密通道就这样再生了 我们利用这管道通话 我反复了好几遍强酸和八号帽子 那是我要哈森先生送进来的东西 这个时候从什么地方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叫声 我意识到有人察觉到我们的通话 当时我听到看守长他们的脚步的时候 我装着睡着了 如果在那个节骨眼上看守进入牢房的话 我这个出逃计划必然夭折无疑了 但他们走开了 事后才从看守的嘴里了解到 我们的通话意外的使三号牢房的犯人供出了犯罪事实 那根下水管道一定也通过他的牢房 他听见了我们说话的声音 有了这条秘密通道后 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有原来没有的东西 为了以防万一 我在洞口塞了一只死老鼠 您还记得吗 看守长 忘不了 最后一天晚上 按照计划 我先用哈森提供的墙酸 弄断了墙上的底条 用一根沾有墙酸的电线 切断了离窗口不远的电源电线 监狱顿时就是一片漆黑 趁你们忙着修理电线的时候 我爬出小窗口 感谢我的销售的身材帮了我的忙 然后我就在办公室 见到你们了 太妙了 真是天衣无缝 等修复了 很好 是靠近十三号牢缝的电线段了 哦 我已经知道了 什么 多了一个电弓 哦 我明白了 给他们放行 好 哦 我明白了 我不明白 我希望你还不有一件事 我明白了 便值点 鞋子 哦 不知道